哎呀 还冻着呢 但我们还有点硬 得再转一会儿 再来个两分钟 哎呀 这次好了 我在家里头给他煮的鸡干鸡鸡 不是全分装的小袋子里了吗 然后冻在冰箱里头 还有那天煮的那个胡萝卜和西兰花 也给他冻在袋子里 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 每次吃的时候给他做碎 今天中午蒸了些米饭 中午那会儿吃了狗粮 所以我就没给他吃 晚上再给他吃这个 它淋了 闻到味儿了 您剁碎啊 剁碎 剁碎跟米饭一半 它这一天营养可老丰富了 你别着急 别着急 别着急 你再叫 再叫不给你吃了 等着 吃了狗粮 不太让他下车 下去底下都是房车全是人 他老爱去找人 这边洗衣机里边我在甩衣服 今天白天做饭的时候 把那油汤汤给撒到衣服上了 下不了车得吃好一点 不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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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想吃的时候 哎呀 马上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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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伙食还行吧 你看你抓拌均匀 这是那个葡萄糖酸钙心口腹咽 直接给它喝 它不太好好喝 我觉得得夹到它去饭里头 补补钙啊拉皮 给 吃吧 该吃了 今天晚上要长肉了 吃吧 我也喝一个 我也喝一个 我喝盖呢 你的那叫什么叫 干嘛 你也喝呀 你小缠吗 你这个小缠吗 你这个小缠吗 我今天是真的在车上待了一整天 没下车 这我那会儿正在睡觉 然后人家就是这个修理厂的那个应该是值班经理吧 过来了 说是 玻璃缸修复已经做完了 然后我开到那个厂房里面去了 开始做期 后来等到下午他们下班的时候 我又开出来了 因为我总不能在那个里边待一晚上 明天早上做期的时候再开进去 嗯 这个这个工作效率还是蛮快的 而且人呢也都特别好 跟我说让我明天就不要做饭了 然后明天到他们食堂去吃 就是省着自己做了 挺好的我今天是 因为我这 走到哪儿吧 我不太愿意给别人添麻烦 再一个呢 我曾经也跟贝拉说过 我说我是社恐 我是超级社恐 而且他们有时候讲四川话 我都听不懂 稍微有一点这个语言障碍 所以其实也是就是 咱们绵羊的那位粉丝大姐 她这个地方是她跟我说的 然后呢 她今天还给这个地方的那个 值班经理打电话 说让好好照顾我 哎 反正我这不管走到哪儿吧 我都属于那种就是 我比较省事 我是很省事的那种 我不太跟人打交道 如果不是每天要遛狗的话 我都可以一整天 24小时我都不太下车 我在路上认识的所有人 都是因为lucky 所以一般情况下就是 我是不惹事的 我 不说了不说了 看这饭量咋样 三下五除二一盆 吃完了 哈哈哈 吃完打个嗝 哈哈哈 你要干啥 小豆芽 哦给你们弄猫凉也完了 下去给你们弄猫凉啊 等会儿等我 给你放到你的碗里 放你的碗里 来过来 过来下来 来 这次给他们换成这种碗了 哎呦 看这水都脏了 换一盆 用这个碗吃它不会黑下巴 这妹妹稍微有点黑下巴 削个神去 刚吃饱了 注意削个神去 走 厂房里边师傅们都还在忙呢 现在已经八点了 这晚上停的房车不少 目测有七八辆吧 不止有十几辆 大部分都是穿牌的 我带他出去溜个弯 这晚上十点就关门了 就出不去了 大早又把车又开进来了 在这坐漆 我看补的还挺好的 现在去吃饭 今天又来了这么多车 今天又来了这么多车 昨天晚上 有几辆走了 今天又来了这些 不少呢 先来点米饭 哎呀做的真好 你看 我那样散下了一个什么 啊 米饭 凉拌黄瓜 还有烧的鱼块 我多要了点蘑芋 这边人都可好了 正好今天 停在这里边了 做饭就不是很方便了 有现成饭吃 我去用我这小碗 盛了一碗 嗯 这个蘑芋好吃 看还有鱼块 好吃 火石还是相当不错的 嗯 我记得 二二一年 我在湖北工作 在实验 当时我们那个公司 他厨师就是重庆人 做饭可好吃了 好吃特别好 所以到这来你说能不长胖吗 看 喝喝看 绿绿 不能用太烫的水 我这是85度的水 一股薄荷的清香 其实还可以加点冰糖或者蜂蜜 但我没有了 就这样喝也蛮好喝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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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